这个可怕的女人使劲轻轻地往后一样 只见她身上的肌肤和骨骼 突然出现巨大的变化 最后居然直接变成比蟒蛇还大的蟒蛇 一旁的训兽师很满意自己的表演 可女人已经恨透了眼前的男人 于是坚挺起舌头 朝着男人咬去 同伴健壮立刻将极具攻击性的雷鸟放出 看戏的人还不清楚什么情况 这是一头伸长不到100米的怪兽出现 但看到训兽师当今扭头就跑 因为他要将长得像人的人类全顾杀光 怪物以每秒66码的速度狂奔 但他被现代化工具吓得不轻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突然站在他的面前 于是怪物立刻张开血盆小嘴 而男人非但不害怕 反而拿出一个风铃 没见过世面的怪兽瞬间被吸引住 开始主动地下高傲的脑袋 随着男孩不断摇晃着风铃 怪物想上前瞅一瞅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他不知道这完全是人类的陷阱 怪物立刻被装进箱子 随后男孩也跑到里面想驯服这只怪物 不料被八十八码的指甲抬起 怪物想让他认清谁到底是大小王 可男孩却丝毫不慌 接着左手握住怪物脖子的铃铛 但小帅知道怪物只是暂时被驯服 于是他和同伴来到图书馆 想知道驯兽师和怪物的真实身份 不料意外触发了机关 而这被看守图书馆馆长发现 他带着数十只来自地狱的猫 因为擅自阅读密宗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同伴趁机动用魔法攻击 没想到对方不但数量没少 还越变越多 操控他的男孩坐在背上 指挥着凶兽解决掉眼前几只喵心人 随手一挥 没想到挥主人身上 险些就要被咬到 可喵心人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于是小帅心中默念咒语 地面瞬间被抬高几十米 而凶兽凭借着灵活走位 将喵心人挡在外面 接着使劲轻轻一跃爬上头顶的护栏 喵心人一下懵逼 这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这时凶兽小腿一蹬 身体顺着墙壁火速移动 因为这些猫都有剧毒 不料下一秒就被爪子抓伤 凶兽知道自己陷入了劣势 于是奋力地高高跃起 而旁边的猫咪不知道 已经掉入小帅的陷阱 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喵心人 瞬间变成人畜无害的小猫 而凶兽来到小帅面前想要奖励 刚想上前拥抱 没想到就被凶兽一把搂住 差点就喘不过气 这时一边的女人拿出一个铃铛 凶兽一下被震住了 清脆的铃声瞬间把他迷住 但小帅为了能弄清凶兽的来历 必须要到遇见他的地方去 为了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小帅将养了几百年的海龙用出来 仅仅用了几分钟就能游上上百公里 但有个缺点就是只能在游水的地方 于是他徒步提着箱子来到遇见凶兽的地方 接着将金色的粉末撒在空气中 而这能够探寻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并把能够抓住时空裂缝的右鼠放出 很快没过多久就发现了端倪 小帅用舌头往上面一舔 接着将一个喇叭放在耳朵旁 旁观聚精一扫凶手的投影出来 并且还有训兽师的样子 小帅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就在这时 一双手套突然出现 似乎在指引男孩去什么地方 下一秒他就穿越空间 而小帅没想到要见他居然是自己的老师 男人告诉小帅 恶魔已经苏醒 并且不久前一名极具危险性的巫师 在转其他监狱的过程中 突然发生了意外 一辆马车在空中急速飞驰 而他们居然是在押送罪犯 此时的男人异常镇定 殊不知他的队友已经在马车底下 下一秒丧彪脸色一狠 押送罪犯的老大瞬间发现不对劲 只见罪犯的脸部肌肉正不断变换着 紧接着居然变成一个年轻小伙 而真正的囚犯正在马车下面 下一秒丧彪身形就挪上来 对着拉马车的怪物一顿比划 屌人直接叛变 还没等这些反应过来 就把他们从万米高空之上丢下来 而勘押囚犯的人直接归了西北 紧接着出现在马车后面 等点狱长准备拿出武器时 却发现已经被吊包了 于是一把将蜥蜴丢在旁边 慌张让队友过来支援 但他不知道司机已经换了人 而马车还在急速地行驶 一下穿入了大海里面 而丧彪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瞬间腾空而起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但车里已经被水浸泡着 眼看几人就要隐恨西北 这时丧彪手指挥动着魔法棒 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逃出来 只见无数的鸟人被闪电击落 见到已经安全了 立刻把玻璃砸开 接着钻进马车里 将还在掐住点狱长脖子的蜥蜴拿下 下一秒就将点狱长抱起来 随后把他挂在天上 将该死的点狱长送去西北 但他的复仇计划不止如此 开始召集一群会魔法的巫师 随着丧彪一口气的吐出 里面展现出无数年后的战争 在这里因为人类的自私 家园已经变得满目疮痍 到最后一颗核弹将地球毁灭 而丧彪将这些罪行 都推脱给不会魔法的人类 并要让这些普通人 从这个世界消失 很快在场的巫师 都认可选择加入 而丧彪在地面上 划出一团蓝色的圈 只要是忠心的就能毫发无损 不想加入的人准备逃跑 可下一秒就变成了灰烬 而男孩用微弱的力量阻挡着 但火焰化身成蓝色凤凰 准备摧毁人类世界 而此时的小帅召集同伴 立刻点起一道红色的火焰围墙 将蓝凤凰团团围住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正义成功战胜邪恶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